邵总监 现在除了我们和沈家 京阳又有七八家富商 也搭建了周棚 再加上官府每日发放的口粮 灾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 三餐不济了 街面上也比从前安定多了 那我们明日还是继续失洲 失洲得继续 但是失洲呢 只能解一世之困 以长远来说 要是让这些灾民 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 成为姓名 那就适得其反 说东家所虑其事 所谓死水怕烧咬 我们不能养他们一辈子啊 我们吴家东院 在北仲三角有五十亩地 一直都慌着 我打算把它拿出来 无偿给灾民更重 这个办法好 让灾民自己养活自己 没错 所谓有横缠者有横心 心定下来才算真正的安定 那我现在就去在门中间问一问 有愿意耕种的 我先登记下来 行 那你快去吧 少爷 少爷 老爷叫你去花厅问话 老爷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 行 我知道 没事 我去去就回来啊 你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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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老爷 会怎么责罚少东家 少东家违背老爷的命令 这在家规里面 可是重罪 会不会动用家法 这么严重啊 我去看看 你是不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啊 你是不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啊 没有 那你为何要一一孤行 我就是不忍心啊 叫你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 你偏要做 小巫人则乱大谋啊 你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你将来如何承担大业 来人 拿架法 老爷 邵东家也是一片善心 你 老爷 其实邵东家也没什么错 吴平 如果你今天只是个三号的掌柜 你做这些事的确没什么错 但你今天 你今天是 你是东院的邵东家呀 你日后要同理吴家东院的 结果呢 你只看眼前是非 你不谋权局 不谋万事 那你就错大了你 任凭爹处置 老爷 你要打 就打我好了 你来干什么 我的错我来认 你没必要替我受过 这 不是 你们俩在干什么 爹 是我窜到吴平市州的 是我逼他开了粮仓 鼓动学徒房的学徒去帮忙的 也是我 是 原来 原来是你在背后蛊惑吴平的 是 这么说 你还是违背我的命令 继续在外面抛头露面 是 我要你景小慎为 修身养性 你还是置之不理 荡耳边风 是 是 好 既然如此 你一错再错 那就休怪我吴家东远无情了 来人 拿纸笔 爹 拿纸笔干什么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 写修书吧你 爹 不能 怎么 写修书 快给爹认错 快 擅自出门算是我的错 但诗周济平 我还真不知道何错之有 你目无尊障不守复道 不识悔改 无法无天 你还敢做何错之有 既然如此 那你就写吧 你知道修书是什么吗 我知道 就是把我赶出吴家东远呗 那你还 我别 你还落上什么 他这个样子还留得住吗 爹 我压根就没想过要留下来 我从来就没觉得吴家东远多么稀罕 是 你们是有钱 但为父不仁 我也瞧不上 给我轰出去 不用你轰 我自己走 好 少奶奶 晓鸥 您找我 前两天在院子里 我给了您个小包袱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包袱呢 在我房里收着呢 把我拿来 好 不要 别怕 你也想说 你来 是吗 你才这个地方 你打到这个楼里 这东西 你还在过去 你想怎么要 好 把我说 你别担心了 他争执 现在事情闹大了 他逼着我 非要收了你 没事 休就休呗 你就这么嫌弃我 我就这么不堪 让你宁可被收 也不愿意留下来 让我担心 上来拿你的包袱 你早就想走 是 我早就想走了 为什么 我走了 对所有人都好 既能成全你和胡永梅 冬月也能回归清静 我自己 也能落得自由自在 我和胡永梅 那天 你们俩在包间里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听到什么 我听到他说 你们俩很相爱 是我把你们活活给拆散了 那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 我听到你说 都是你的错 你对不起他 是 我是错了 但并不是错在我娶了你 而是错在 我承诺过她要一辈子对她好 我的确是对不起她 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娶她 而是因为 我很高兴我娶的人不是她 你知道吗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和我成亲的人 是你而不是她的时候 我有多高兴 又在那一刻 我知道 爱的人不是她 是你 可是 可是你们以前不是 以前 她是我为过门的妻子 我告诉我自己要爱她 敬她 可是后来 后来你出现了 虽然你只是个丫头 但是 我就是愿意和你待在一起 你胡说八道 我觉得有趣 你闯祸我觉得可爱 就算你骗了我 我也没办法对你生气 当你跟我说 你要走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我有多么的舍不得吗 那个时候 我不应该爱你 但是 我爱上你了 可是你娘 觉得只有她才能配得上你 配得上吴家冻院 还有你爹 周瑶 如果我没有昏迷 如果胡家没有悔婚 那我娶了胡友梅 也就娶了我 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可是现在 你是我的妻子 我不管爹说什么 娘说什么 我就不放你走 这辈子 我不要跟你分开 对 对 如果你对我的感觉 跟我对你的 是一样的话 那就别走 别让我修了你 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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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